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展台想去拍摄的时候 包括旁边要跟大家一会说的 RX3这两款车在现场车辆马上开走了 我没法进行正常拍摄 但是空镜全部都有 我要用我的声音来跟大家配上空镜 让大家看一下这些车 首先还说EI5 因为其实它的存在 是我见到过的 在整个车的市场里边 纯电动的旅行车 极少极少见到这么一款车 而它整个的外观设计 我个人觉得确实挺好看的 从远处看 真有点3C旅行的那种感觉 而它整个在发布会也在说 它整个的续航功率是多少多少 那它整个的整个宣传片 在拍大森林啊等等等等 那是要想一个问题了 它作为一款旅行车 要带着你带着你的老婆 带着你的孩子去玩的时候 它的续航的里程 就要成为你必须要考虑的一点了 所以不知道它以后的战略发展 是怎么样的 外观很好看 然后它是纯电动的 也很有噱头 但是呢 它的续航里程 或者它以后会不会有汽油机 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 而且要说一下 就是当时我们在试这一RX5的时候 整个整体 包括科技感 内饰的整体的质感 操纵感受都还是不错 但是它怎么样 现在也不能去考证 那还有旁边的RX3 其实看到它整个的外观 内饰的这么一种设计 让你想起谁了 那就没错 RX5 它其实是整个 荣威在SUV市场当中的 一个细分的车型 这么一个计划 它其实整个车身的尺寸 是要比RX5还要小的 能看出来 荣威想把这个SUV市场 做得更加细分化 但是两款车型 长得很像 外观内饰很像 但是却不是一个平台出的 所以它的整个驾驶品质 或者它整个的内饰的质感 制造的这些的 现场我们能感受的东西 还是有待以后去考证 那这个展台 因为车辆全部都开走了 跟大家说声抱歉 那这个视频到这了 拜拜